大家好,我是希腊罗马神话选读的任可老师 陈老师 很高兴认识大家哦 为了协助同学理解这堂课 然后同时也是为了那些还远在日本 或者在家里简易的同学 我们简单的做这个 第一周和第二周的影片 其实同学也可以把这个影片当作是预习或者是复习 来,所以来,先做什么呢 来,大一的新同学们 Let's get to know each other OK,有在课堂上的了 是现在会发一张单子 让大家互相去访问了解对方一下 那如果人在家里的不好意思咯 你就看我们玩吧 好,来,这个是问卷上面的题目 老师就很快的带过 OK,好,接下来很重要的 我们在课堂上为了增强老师跟同学之间的互动 我们会时常使用Zuvio Zuvio是个互动软体 是APP,是学校呢 耗聚资所购买的软体 麻烦同学一定在上课之前 当了Zuvio OK,好,再来呢 教科书当然也很重要 我们这次选的教科书已经订了 然后呢,已经在长荣书房了 我们大学生是这样哦 老师指定教科书 同学自己去购买 记得自行选购 就跟他说 阿翻译系的西罗神话的课本 Heroes, Gods and Monsters of the Greek Myth 就是这一本,应该是200多块钱而已 好,接下来就进入到教科书的主题 请注意一下 老师做的这个PPT 不是盈利用途 纯粹教育用途 而且是片段片段 所以是不违反智慧财产权法的 在这边也同时提醒各位哦 教科书请务必购买 不能隐印全本 这是违反智慧财产权法 这也是违反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道德 所以请注意一下 好,introduction的部分 老师会很快的带过 在这里老师一定提醒 这一堂课其实很重要的目标 是第一个来听老师讲故事 听同学讲故事 还有呢 增加增进我们英文的阅读能力 以及口说能力 所以老师现在演练的 大概就是上课可能会做的 OK,一些策略 举例来说 老师可能就点一个同学 哈喽,来,庭山 帮我们念第一句好吗 庭山就会念 This was the first story I ever heard 那因为我们是翻译系 所以我们也顺便强化或者是训练同学一下示意的技巧 看着文本直接口译出来 所以庭山一样 这些是我最初听到的故事 I was four years old And my young uncle was practicing Odyssey Oh, sorry And my young uncle was practicing his Greek army 我当时呢,才四岁 然后呢,我的叔叔呢 对着我练习他的希腊文 He read me the Iliad and the Odyssey Translating as he went 他呢,就对着我念出 伊利亚德以及奥德塞 并且呢,边念呢,还边翻译 The unknown words poured over me like a dark music And when he turned to English It was always a dead down 这些呢,对我来说 我完全莫名所以的文字呢 好像是黑暗的音乐 打在我的身上 可是呢,当他把它用英文翻出来的时候呢 感觉却没有希腊文那么样的震撼 I was very glad to hear what was happening And wanted to know what happened next But still, there seemed something missing The golden hero voices see whispers bear shock OK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作者的功力真的很高 Anyway,好 所以老师如果请你示意的话 你就继续翻 我非常高兴听到 哇,故事的目前的发展 正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急着想知道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是呢,仿佛感觉 好像有一些东西还是不见了 比如说 这些黄金时代英雄的声音 比如说这些 大海的汹涌澎湃 比如说 这一个 OK 那个刀工剑影 应该是刀枪剑影嘛 I had been beaten by poetry in the dark and didn't know it 原来呀 希腊的这些诗篇已经打动我了 可是呢,我当时还浑然未知 所以同学,亲爱的同学 听到了吗 老师一定会先指定几页让同学回去读 OK 几页不会很多 就是五页以内吧 或者少于五页 那同学的读法请记一下 不是真的读 你得读 还要朗读 然后不会的单子要查一下他的意思 OK 不用每个单子都查 但是如果那个单子一再出现 你当然得查 然后再来试着自己能不能翻译一下 这就是老师上课的基本模式哦 好 然后这边来 这指的是introduction的paragraph 2 第二段的时候 Later modeling myself at my uncle I studied Greek and Latin and read the stories the way OK Hasier taught them and Herodotus Homer, Virgil, Ovid and knew the old enchantment 好 这边老师先致歉一下哦 老师虽然教的是希罗神话 但是老师不会希腊文 不好意思 我只会Alpha, Beta, Delta 怎么感觉很像是COVID-19的变种 没错 COVID-19的变种 拜托 Alpha, Beta 或者是Delta 或者是Omicron 全部都是希腊文 是的 我要解释的是 老师念包括这几个 古希腊文学的大师 Hesiod Herodotus Homer Viligio Ovid 这个老师都用英文的念法来念的哦 好 稍后呢 我呢 就向我的叔叔学习 我也研读希腊文和拉丁文 并且呢 读下列这些作者所创作的文学 这些作者当然包括 Herodotus Homer Viligio Ovid 然后呢 也了解了这些古老的 令人着迷的文学 Then I went to them in most of the English versions And again Feel this terrible loss 我先读了 OK 希腊文和拉丁文 之后呢 又去读了英文的版本 当然指的是英文翻译的版本 然后就觉得 嗯 怅然若是 Terrible loss 为什么呢 请记得那些史诗 OK Epic 都是用诗歌的形式写的 所以也是压育 OK 那当然英文版本就没有这么样的厉害 So I began to tell them myself 所以呢 我就开始呢 诶 我就自己想办法来重新讲这个故事哦 What are they then? This story is so often retold 希洛神话的故事呢 大家都在讲 有用英文写的 有用中文写的 有用日文写的 OK 那老师呢 同时也会在这个PPT里面呢 加入一些图片 请注意这些图片都是 节选于 节选于网络 大部分都是CC创用的 我们一定要尊重这个智慧财产权 OK 来 好 然后在这边 刚刚不是有讲到吗 几个古希腊文学的大师 不知道他 没关系 现在 资讯就在空中 The information is in the air 随便一抓都抓得到 你不想抓他 还会资讯来找你 不是吗 所以我们算 好好的运用 这些资讯 好吗 好好的运用资讯 那刚刚也讲了 资讯量太大 你要去哪些source 你要去哪些源头 哪些website 网站找会比较好呢 老师诚心的推荐 wikipedia 第一 他是很有公信力的 然后 这个专家学者也做过研究 虽然他是free insiclobedia 免费的百科 不像大英百科 或大美百科 是要付费的 但是他的正确度 他的可靠性 跟大英百科 大美百科 不相上下 所以就给 认真去查一下 那一样 Heredus是谁呀 你可以看到 对不对 Heredus was an ancient and lived in the 5th century BC he has been called the father of history 你看 OK 历史之父哦 可以哦 and was the first historian known to collect his materials systematically 也是第一个系统性的 去收集史料的人 是不是很有趣啊 然后可以的话呢 来 这个就是 OK Heredus的长相 的确很 威严 很树木 对不对 Virgil 那你可以看到 英文的版本 那这边 再次提醒你 Wikipedia 是很棒的 很棒的source 真的可以上去看哦 对不对 然后这里 我可以找到图片的话 我也是很认真的 来 这是Ovid OK 然后这句真的 长得很帅 OK 尤其他的鼻子 这个我必须要讲 我有同事去希腊旅行 回来 他告诉我 哇 去希腊 看到每个人 真的好像是雕像里面 化身为人 鼻子全部都这么挺 这么帅 来 有空的时候 有钱的时候 这也是老师的梦想 很想去希腊玩一玩 而且是常玩哦 来 应该是说 对不对 long term stay 不能说常玩 anyway 所以请看到 paragraph 3 In Greek mythology heroes and monsters alike are spawned by the gods 这就很有趣了 对不对 怎么说呢 在希腊神话里面哦 那在这边 我其实了解 同学的tone 怎么说呢 可能mythology 都是一个新词 可能alike 都是一个新词 可能spawned 也是新词 所以老师尽可能 尽可能会在上课的时候 提醒你 那spawn是孵化 这是很重要的嘛 然后老师可能也会提醒你 are spawned by 被动式 所以呢 是由众神所孵化出来的 这就有趣了 在希腊神话里面呢 英雄也好 怪兽也好 alike 指的是两者 都是由神 所孵化而来的 我们CJCU 长荣大学 是基督教大学 所以我们的God Lord 天父跟神 跟希腊的诸神 众神 跟我们台湾大教的神 完全是不一样的哦 好不好 来 所以我们很快的看一下 有听过Gorgon吗 是的 蛇法女妖 可以哦 are granddaughters of Rhea 她呢 是Rhea 也就是宙斯天王之母的 孙女们 which makes them cousins of their arch army Perseus 所以你看 Perseus 是砍下蛇法女妖的人 原来他们是亲戚耶 有没有发现很有趣 Heroes 英雄 像Perseus 对不对 Monsters 妖怪 像 Snake-haired Monsters 这些蛇法女妖 他们原来都是亲戚耶 In other words both good and evil come from the gods 所以可以看到出来哦 不管是好的英雄 或者是邪恶的 Evil 怪兽 同时都是 对不对 这些神的后代 Good is the divine enemy Expressing itself through men of high days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作者的写法 什么叫做善 什么叫做良善 Good 不是基因决定的 而是你做了 high days 良善的行为 你自然就变成一个好人 就变成一个良善的人 Evil is the same energy Evil 他也是神的后代呀 只不过呢 他做的行为就扭曲变形了 Tristed When hero confronts monsters in this myth It is apt to be a family quarrel 所以你会发现 希腊神话流传千年 对不对 一两百种语言 再重新诉说着他们的故事 这个故事 不过就是什么 Family quarrel 原来就是家务 是家务的争吵 有趣吧 来 我真的很喜欢这本教科书 大家就认真 来 刚刚有没有提到 Gorgon舌坊女妖 当然舌坊女妖 我们最清楚的就是 你一看到她 马上就会变成石头的 Medusa 梅杜莎女士 她其实很可怜 Perseus还记得吗 她跟Medusa 跟Gorgon是亲戚 可是 她的英雄司机 就是怎么样 砍下 砍下 Medusa 的头 然后这边 有没有觉得似曾相似 你们这个世代 应该 跟我小孩一样 是有看过 Percy Jackson 波西杰克逊 对不对 神火之贼 Percy Jackson 有没有发现 Percy 她的名字 其实就是来自 Perseus OK 所以 这个希腊 罗马神话呢 老师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读 希腊 罗马神话 哦 因为是选修课 哦 因为听说老师很会教 哦 因为故事很有趣 都对 以上 揭示 但更重要的 请注意 希腊 罗马神话 是西洋文学 或者是西洋文化的支柱之一 一定要认真的学哦 会很有趣的 不好意思 来 好 回到 ParaGraph 4 老师就不一一讲解了哦 自己读一下 对不对 然后在这里 老师碰到了 很认真 很重要 可能比较常出现的字 就会给你中文 你就读一下哦 OK 这个有趣吧 来 为什么 刚刚提到了 OK The Underworld 同学可以说是地狱 也可以说是明界 明界的守护神是谁 是的 就是Cerberus 三头犬 这三头犬在哪里呢 亲爱的同学 他是位于 北欧斯大孔寺的 哥尔摩 The 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皇家科技学院哦 那你就知道 科技学院 为什么 他们的 对不对 这个雕塑 成立品 竟然是一个 来自希腊神话的三头犬 那你就知道了 知道什么呢 希腊神话 无所不在 还有他的寓意 还有他的寓意 OK 包括 我们的 登陆小庭 你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阿帕罗 阿波罗 阿波罗 是谁呀 是的 希腊神话里面的太阳神 OK 包括我们太阳系里面的最大的星 叫什么 Jupiter 是的 木星 他的个子最大 Jupiter 其实就是ZEUS 好 你到这边 如果已经糊涂的话 老师建议你 一听到不懂的字 先听一下 ZEUS ZEUS 就是我们所翻成 OK 天王 宙斯 Jupiter OK Jupiter 其实也是宙斯 只不过呢 一个是希腊文 一个是拉丁文 OK 好 再来 请看这里 这是他的古文物 然后来 再继续往下 好 这里 OK 图片 你会发现老师还是Wikipedia 真的 多用 多看它 好吗 来 再来 Minotaur 这个应该很常见吧 亲爱的同学 是什么呢 A creature with the head of a bull 有个公牛的头 但是却有个什么呢 The body of a man 却有个人的身体 为什么呢 啊 这个是一个悲剧呀 因为呢 一个皇后爱上了一只 俊美的牛 两个人就生下了爱情的结晶 这个国王呢 就把他老婆跟牛 所生下的这一只 Minotaur 关在Labyrinth 或是Maze 在迷宫里头 关在地底的迷宫 各位知道我在讲什么了 对不对 希望是啦 来 好 所以你会发现 到目前为止 有很多是背景知识 以前小时候 你如果很爱听故事的 你可能听过 那你如果没有听过 你也不紧张 我们就慢慢来 我们就慢慢来 好 接下来 就是宙斯的部分 一样哦 一定回去自己同学 先预习 先读 然后慢慢的 看能不能翻译 老师上课会在做 讲解 那可以的话呢 你看 老师会给你很多的图片 这些图片都很有意思 为什么呢 你只要去博物馆 包括台南的 奇美博物馆 都是可以看到的 然后以后你就知道了 不管是绘画 不管是雕塑呢 你一看就知道 原来背后是有生意的 请问这是家暴现场吗 一个宝宝在欺小孩 对不对 妈妈在旁边看 是这样吗 还是跟宙斯 跟宙斯的家庭有关 老师会问很多的问题哦 所有的重点都是 老师问问题 希望同学在预习的时候 有一些心得 然后可以在上课 跟老师互动 回答老师的问题 那老师可能会用Zuvio 也可能会让你们小组去讨论 对不对 好 刚刚为什么会有我的照片 我也不知道 来 Uranus 来 好 一样宗斯我就不看了 来 Hestia 这是其中的一个神 这个是Goddess of the Hearth 就是炉灶之神 我们的话是这个灶君嘛 是男性 然后呢 这个Hestia 则是呢 这个西洛神话里面的 女性掌管炉火的 也就是灶神 不太一样 那这边的Meter 请注意 老师刚刚不是讲吗 你去国外的博物馆 或美术馆 甚至台湾的奇美博物馆 台湾的奇美博物馆 有这全台最大的西洋文化文明的收藏 你都可以看得出来 她是谁 为什么 美丽的女性不是都捧着花吗 为什么她捧着的是小麦 你就知道了 请注意一下 她是Demeter 或者是Ceres 就是Cereal 古屋 她就是大地之母 或者是古屋的女神 这个呢 你可能也有看过这个图片 觉得哇 怎么有一个男生 然后好像在抢抢名女 对不对 是的 这是一个男士 抢裸 一个女士 要把她抢婚 带回家 Hades 听起来像什么 Hades 没错 她就是黑黑的地底下的名王 Hades Persephone 貌美如春花 不是吗 谢谢 她就是春神 她是Demeter的女儿 这个故事很精彩 同学 查一下 上课跟老师讨论好吗 老师光讲 我也可以讲 但是你会睡着 最好的学习 请注意哦 自己找资料 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OK 好 Demeter故事很多哟 对不对 那Hames又是谁呢 卖个关子 有没有看到 两个女士中间 有个男士 戴着帽子 戴帽子上面 有翅膀 然后再注意看 她有个权杖 权杖上也有翅膀 再看一下她的脚 脚上也有翅膀 有三对翅膀的Hames 就是一个Goth Messengers 是传令兵哦 来 Hades刚刚讲了 生活在黑黑的弟弟的明界之神 来 注意看一下 她的武器 注意看一下 还记得吗 还记得吗 The three-headed dog Cerberus 对不对 你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雕像是谁 希望你也可以知道 他们的用意 OK 三头犬 什么意思呢 生人物尽 来好 那这一个是什么啊 来 取材是网络 老师已经讲了 对不对 同学 这个是Jupiter 谢谢 Jupiter最厉害的 就是她有好多卫星哦 她有好多卫星 对不起哦 这个是Solar System 这个是Solar System 刚刚讲的 Mercury 对不对 水星 水银的意思 Venus 金星 因为它亮晶晶的 好漂亮 叫金星 对不对 Mars 战神 火星 Jupiter 最大的是木星 Saturn 对不对 有人说是土星啊 然后再来Uranus OK 指的是天王星 那Neptune 请注意一下 Neptune 其实是海王星的意思 其实就是Poseidon 那Pluto呢 就是刚刚一直讲的Hades OK 那Jupiter再补充一下 就是刚刚讲到的Zoos OK 好 所以再一个一个来 所以到目前为止 如果你已经糊涂了 不紧张 记得常常Pose 对不对 然后思考一下 你有记得 有关Zoos的哪些故事 你有记得有关 这个所谓的海王 或者是海神的哪些故事 OK 好 老师先影片录到这边 接下来当然还有很多的内容 这边只是先提醒同学 老师上课会怎么上 希望从第二周开始 同学就会有很棒的学习经验 记得学习经验是要靠自己创造的 回去先预习 你在上课自然就会学到很多 也会很有乐趣 来 好 我们上课见 再来呢